強正席台北市多所學校 因為校舍老舅出現安全疑慮 上午包含民族實驗中學停課 精美女高高三校舍老舅 也有十八個班級六百多人 今天停課 台北市長蔣萬安和徒步專家 前往視察 民族時鐘部分目前還有約四十名學生 在校房安排下先安置在學校 其他學生 則已經由家長接回 而土木工程師評估校舍問題 目前沒有安全疑慮 後續再補牆 而下午講完也將繼續視察 其他校園 並於廉假期間完成校舍檢視 確保學頭受教安全